我们曾经谈过这个卢秀燕台中市长卢秀燕 已经发挥了母鸡带小鸡的功能 他把中台湾打造为一个女力集团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直说的主讲人张有话 我们曾经谈过这个卢秀燕台中市长 卢秀燕已经发挥了母鸡带小鸡的功能 他把中台湾打造为一个女力集团 那我们今天讲女力集团 我们先讲南投 南投这个地方有三个地方你要注意 第一个是竹山 第二个是南投市 第三个是谷林 这三个地方 无论蓝绿都赢的话 最长选战就此结束 那换句话说 现在国民党的女力集团 他碰到的是谁 民进党的女力集团 就是国民党是许竹华 民进党是蔡培惠 那他们两个的优劣是在什么地方 就是许竹华他本身是南投市长出身 这个是在南投县里面的第一大镇 然后其次在竹山 那竹山他因为他比较贴近彰化跟台中 所以我们可以看 这个竹山向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还有一个就是浦里 浦里就是南投的农业生产集合中心 这三个地方 现在许竹华他都拥有强强势的实力 所以菜培会呢 因为他是空降 菜培会虽然是南投县与此相忍 可是从大学以后他一直在台北发展 那换句话说 他跟家乡之间已经隔离的一段时间 那最后是因为找不到人 蔡英文就拜托蔡培会 说你来参选 所以这两个履历集团是强碰的 那许竹华来说的话 因为国民党欠缺资源 所以南投县由许竹华一个人独成大局 那蔡英文在民进党中常会上 他讲的一句话 叫做反黑金反汇血 其中一个人他指的就是取淑华 她说取淑华的家族是黑道 但是事实上 好事实上 他指取淑华的目的 就跟蔡培会讲的 就是转断黑金 恢复正义 讲了八个字 就是断黑金 少正义 那混句话说 他把他定位成一个黑金的代理人 那事实上 这个南投县民接不接受 你投票当天就可以见曾昌 现在我就说了回来 就是说许竹华 他在南投一个人支撑大力 我们看民进党的做法 民进党的做法 各位可以去看看 就是苏贞昌的第一次的处女秀 就是全台走透透的第一站 他就是到了南投 他到了南投 大概开的支票是400亿新台币 他说如果你们选蔡培会的话 未来会有400亿 如果你要选许竹华的话 那对不起 我要考虑考虑 就是换句话说 你可以看得出来 民进党因为他在南投县 是属于弱势 所以他就是用大撒币的方式 来恐吓南投选民 那其次我们再来看蔡英文 蔡英文去南投的时候 几乎把重要的官员 全部都叫到南投 就是开空投支票 那开空投支票的目的 那是什么 因为他知道他弱势 组织动员他不如国民党 那民调他又输国民党 那他现在就用什么撒钱政策 我们叫做撒币政策 就是大撒币 然后希望能斩断 去出华的装脚 这个时候女力局团 无论是卢秀燕 无论是网美会 他们都在支持 他们都在支持谁 都在支持许淑华 所以现在许淑华的优势 是在于南投 竹山跟普里这三个地方 他掌握了大部分的选票 那很多人说 为什么不谈民调 原因非常简单 这个民调已经不具任何统计意义 就是说蔡培会这一次参选 是临危受命 临阵磨枪 因为民进党真的找不到人 来参选所谓的南投县长 那讲完南投县 我们就必须要理解到 这个地方过去是领养党的故乡 所以领养党在这个地方 是很有势力 只要国民党在南投县不分裂的话 民进党是毫无机会 那其次南投的选民结构 因为他是一个农业县 所以呢 他就要非常注意组织动员 尤其是装脚动员 那在这一种情况之下 我们看过去林阳港也好 过去吴敦义也好 他们在南投县可以大胜的 他主要是靠组织动员 而不是靠空军或者是网军 所谓的空军呢 就是空气票 就是蔡培会 他能不能吸收所谓的空气票 就目前看来是没有这个可能 至于在网军上面的作战 是由民进党党中央发动 第一个讲许淑华是黑金 第二个呢 他就讲许淑华的家族也是黑金 那第三个他又讲许淑华是黑金 概理人 那第四个 他就用撒币的政策 你骂别人是黑金 那别人家里很有钱 那你自己那里突然撒钱给蔡培会 那你的用意那是什么 就是金钱对金钱的选举 所以我们从这一次南投县的选举 可以看得出来 民进党是无所不用其极 反正他选战的手段很多 那现在都是黑金对黑金 那我这个只是一个比喻 你骂别人是黑金 那你自己你也是黑金 所以许淑华他很荣幸的一点 就是蔡英文在中常会上 你点名他是黑金的代言人 或者是黑金的代理人 但是蔡英文没有提出任何的证据 所以南投这一局 应该是为蔡培会在未来四年以后蹲点 那这一场或许许淑华会成功胜出 制作者也网易